今天是2月13号 伦敦经过了近十年来最冷的一个星期的寒潮 零下最低,零下温度是零下8度 我的蚕豆苗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通过这个机会我感觉到蚕豆苗的极限温度大约是在零下5度 超过零下5度蚕豆苗就会受到伤害 而且到初夏的时候,接的果实也会受影响 零下5度,甚至零下5度以上,基本上问题不大 这次我也是要测试一下蚕豆苗的极限抗动能力 看样子就是到这个程度,应该是要覆盖防寒物了 经验是下一次一旦感觉温度超过零下5度 就要给它们覆盖上了 还有一个就是种蚕豆苗不要种得过早 以免到这个时候的寒潮给它们造成这种无法抗拒的那种效果 这是我后期补种的一批小蚕豆苗 反而相对的感觉上受伤害小一些 种得过早,长势过旺 然后一遇寒潮,就都会死掉了 我们再看吧 谢谢